在拍摄擦卡 从擦卡开始 要对准三角形的缺口 这个是有一个防水胶圈的 所以胶圈的话最好是扣到接口里面去 现在是要注意正版面 密封圈放好了以后就把盖子合上 好 现在是盖子盖好 把螺丝拧回去 我们先找到这个转版的接口 然后我们取一下正极 红色的这个是正极 它这个主要是有一个断电的作用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接上去就可以了 这么小个电池吗 现在是给它装回这个转版 我们是刚刚给它装了一个套管 所以就会看起来更美观 这样子也会保护移房短落 这个是再找到一个电源的正极跟负极 我们可以现在给它接一下这个线 这个是黑色的线是负极的 这个正极正极的一个红色的那个线就一直对接的就好了 这个正极正极的一个红色的那个线就一直对接的就好了 再把这两个正极连起来 注意转版的那个正极负极 OK 好 现在就可以通线通那个定位器 把定位器的接口 转接口接上去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手机APP查课 可以看到这里指示灯会亮的 现在离线的状态 它在30秒左右的时候 它就会上线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定位跟踪的一个数据 已经可以显示了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这个功能 打开那个电源钥匙开关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电动车可以 已经是可以正常走的 现在发一个断油电的一个指令 发售从 然后再通过这个 去按开关 重新刚刚刚有点那个 再发一次 没有发送 对要确定 然后现在 现在 现在在按这个 加电的那个开关 加速的这个 现在是已经完全是开启动不了的 可以恢复油电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现在是已经可以了 整个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黄线 这个是ACC的那个钥匙 钥匙位的一个控制开关 我们可以正常在APP上显示开货关 就是有异常的情况下 就是可以